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呃 今天的这根笔对难得送个小笔套好久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了 我自己平常不用我平常我平常用的就这个玩意对他就这样子 然后就笔我平常就这样子用而已就不用别的了 呃会对那反正挺实用的这个东西因为我笔是随身的那就对呃 然后呢这根笔那个是英雄的503对也是感谢感谢那个最近我订阅了一个 人就播笔的一个频道 然后最近很多笔其实大部分都他推荐的 那他可能也开始私下做一个钢笔视频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他的视频这样子 呃我的是全中文的他都会讲一些英文可能会更接地气一点啊 我的反正就是自己做着玩这样 呃好的 那一个我一开始打开这根笔哪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呢 对笔家对他没有那个终于不是箭头的那个尖 然后整个手感非常好很这个地方很薄看起来怎么讲呃质量就很有质量 这根笔就是说他该这个地方很有一个流线性感觉 少数的就感觉像什么一根中古笔往现代笔进化的这种感觉 呃前后两个笔端比算到讲偏细对吧偏细但是这样子整个感觉很亮眼低低眼那感觉 那我们先量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长度长度上面来讲我估计也是14了 现在目测的话小可能现在量多了都知道果然是14哎呦我太聪明了好的14以后 我们先放一边去那颜色上面他有很多选择又有什么晒露露的那种应该不知道是不是晒露露 反正就大理石文的那种透明的啊很毒的那种啊 那笔件上面这次是一个常规件我真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笔家而买的 因为他这个笔家我一看哇塞这感觉很亮眼的一个笔家 就比终于就像好像脱离了派克那个笔尖的那个笔家那个感觉 那拿起来的时候整根笔也是一样非常细 这个地方拿起来非常舒服 还是这种笔就比起直直的那种来的就像比起这种直直的舒服 只是说我一滴这个是我第一只笔了就第一只的刚笔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就一直用呃这个部分的话 难得就这个位置做的比较协调 因为像百利金那个我觉得有点小气 他这个可能就有点更协调一点了 就我是说这个长度白金那个片太短了 真的是呃比较上面来讲啊 整个应该还是一个塑料的感觉 呃形状上面来讲很像一只小子弹 呃应该有一些更好看点的外观了 而且拿起来在比较或者什么呃出用什么的都非常的一流的一个形状 价格上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颜色然后这些的话看503对对对哎 难得有一个503的标志那其他的部分应该能讲述的也不多 呃对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赶紧先上下末对的最近几只干笔 因为可能特色真的不是很明显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讲啊 持穷持穷哎真的不要怪我 哎上下末 这种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国内的那个早期干笔这么喜欢就就就 呃就脸就几年是这种新闻器其实个人来讲的话 我是无所谓的但是这个拿就觉得有点刮手 那行我一样拿一张纸我先试写一下然后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 啊好了写完了首先第一个感觉呃 能细能粗啊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大大民间的这个属属性 所以说他能粗能细断末完全没有问题 书写起来非常的舒服 他这个粗跟这个系也是一样平衡感长度感 早期的干笔就是这点好就是说他平衡感掌握得非常好 呃另外一个书写感觉阻尼感也是刚刚好呃弹性来讲反馈不算特别强 呃但是以他这个 连带和笔尖价格来讲性价比还是一样非常高的一根比就国产来讲一样性价比非常高 呃另外写的话不会有大墨出墨量不会特别大 不会像那个就不会一上的时候然后满满的水那种就 张你能看到的墨水张力啊不会有那样的就一个情况 然后书写还是很ok阻尼感刚刚好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你写的时候反正很适合写中文 国产钢笔其实有时候比欧系笔更适合写中文 那你一开始写的时候你又看见哎 哎对他也是属于比较好出风也好控制非常好控制一根笔 这根一拿上手你又觉得哇 春夏秋冬我写个春 对 然后你会发现他出风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对呃整体非常好那英文的我就不写了好的 那一个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留言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有什么可以帮我纠正的 麻烦帮我纠正一下好的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